网上朝圣 圣堂介绍系列第61集 这一集我们介绍赤柱圣亚纳堂 1935年 玛丽诺神父会院在赤柱建成 以方便在华南一带传教的会士来港休息 并为初次来华传教的会士提供语言训练 两年后 加尔莫洛赤族女修会议于赤柱建立会院 修院的小堂在主日及其他圣日开逛给教友 参与弥撒圣祭 1949年 香港教区正式设立赤柱堂区 但当时仍未有兴建圣堂 而继续借用女修会影修院小堂做牧民工作 1955年 教区宣布于赤柱新建新圣堂和学校 并以圣母的母亲圣亚纳为堂区及圣堂的主堡 1959年 圣亚纳堂建成 同年8月15日 由华英奇主教驻圣 并接管女修会圣堂作为小堂 到了1990年 赤柱堂区设立了阳明山庄及十澳村弥撒中心 2002年 圣堂建设敬礼耶稣圣心 圣母圣心之朝圣庭 圣亚纳堂位于赤柱东头湾道一号 毗邻圣德兰幼赤园 1979年至1997年期间 当时的圣亚纳堂曾经服务驻守于香港的邻纪军人 直到现在 该圣堂仍然以外语教友为主 主日有一台粤语弥撒 其他全是英语及菲律宾语弥撒 以牧养来自各国而履居香港的信众 圣堂位于香港南区 黄底蓝窗外墙 配以高高悬挂的十字架 树影婆娑 凸显出 建于五十年代末期这座圣堂安庭宁静的风格 圣堂楼底很高 祭台中央悬挂着十字架枯像 其后面用蓝白彩绘玻璃作为背景 除寓意基督的天主信之外 更显现出附近的蓝天碧海 而右滑的黄沙亦反映在圣堂地板的颜色上 配合着赤柱优美的环境 而耶稣圣星和路德圣母像就放置在祭台两边 在屋顶中线开有数个小天窗 是让天主的光从上而来 光照在感恩圣祭中的信众 在圣堂中祈祷 可感受到与大自然融合一起赞颂上主的感觉 而主宝圣人圣亚纳和女儿圣母玛利亚的圣像 就在耶稣基督祈祷脚的旁边 八角形的圣洗石就矗立在圣堂入口 让教友们洗涤心灵 步入天主圣殿 七月二十六日 是圣母双亲 圣若亚境和圣亚纳的庆日 圣母双亲的名字是出于第一世纪雅各伯福音书中得来的 书中讲述圣母双亲多年母子 有一天天使向他们显现 并告知他们将会有一个孩子 于是圣亚纳便继时将此婴孩奉献给天主 亚纳 希伯来文的意思是恩宠 若亚境的意思是上主的准备 即圣人准备上主的诞生 圣教会竟以圣若亚境和圣亚纳的原因 在于他们是抚养玛利亚长大成人的双亲 而且教育玛利亚堪当的作为一位天主之母 圣因着他们的教导 使得圣母玛利亚能在充满信德中答复天主的召教 愿照你的话成就 也是因为他们的爱德榜样 玛利亚能效法并妥善照料自己的儿子耶稣 同样因着他们信德的坚实 为玛利亚奠定了勇气与力量的基础 使他能在自己的孩子耶稣受苦受难的时候 依然信买天主 勇敢的站在十字架旁 这样的父母堪当作为所有父母的典范 慈爱的圣母玛利亚 我们感谢你 因为我们知道你经常照顾和恋爱我们 透过你的带导 保守我们每一天的生活 使我们能领受到你不一样的心意 正当我们默想的时候 当我们敞开心灵的时候 便可以感受到你的美善和无比的信德 我们亦感谢你在世的双清给予我们最佳的典范 希望我们能以他们做榜样 教育下一代成为天主的器皿 见证上主的荣光 以上所求 奉主耶稣基督之名 圣若亚境 为我等起 圣亚纳 为我等起 优优独立厅 明正才能是 作词